台南市議會第三次第九處的飲食會 最好進入最後一天的議程 除了生意各項的提案 還有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議長在的保安一合案 交通保觀光局 保助我們市每立路由9點的營造 總經費1月8千多萬 包括善行的原地 蝴頭米跟館仔領頂 不過議員剩下火 卻以蝴頭米的公共財產基金 每年來了解 就繼續導力優勝 要求市府要來檢討 對主市長獨了回應 未來會將火頭米的公共財產基金 跟觀光基金分開來檢討 局長的郭鎮惠也提出率明 108年因為我們的青年活動中心 我們就停止營業了 就開始啟動我們的BOT案 所以是有原因的 這是一點 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的遊客裡面 65歲本市的民眾 非常喜歡來我們的這個蝴頭米 我們有58%的遊客數 都是來自於這個免票的市民 所以其實我們台南市 很重要的一個好花園 也是一個律費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再來就是說 去年我們的努力 我們增加了勞務的收入 有15% 那在那個遊客數的部分 也增加了17% 在去年 我們這個新冠肺炎 COVID-19的影響之下 因為市長非常的重視 這個區域 我們也很努力在做 同仁也都是卯足全力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蝴頭米 一定很久沒有建設 和縣市合併以來 我們一直都很辛苦 所以希望說議員可以 同意這條醫生 我們可以好好地 來把蝴頭米做好 謝謝請坐 就在該案 討論到一半的時候 台南市議會 民地議事廳也突然間跳電 在沒有電 沒有音樂和沒有賣鼓的狀況 議長也只好選擇那一群 不過在那一群時間 會在金布 騎土連坎來騎起 後來正式沒事情 這讓整個議員 慢慢來結束 台南新聞鑫跟蔡宏報道 - 蔡宏報道- - 蔡宏報道- - 蔡宏報道-